名模林佳琪最近走秀代言邀約不斷 还跨足了电视剧 在爱情大事里头嘎上了一脚 而第一次演戏 林佳琪认为自己表现得还不错 不过身高有180公分的她 真的是让剧组人员伤透脑筋了 每次要跟男主角黄晓明对戏 都还得要特地为男主角设置增高版呢 为国际品牌走秀名模林佳琪亮眼表现 成功担任代言人 现在更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 在爱情大戏里嘎上一脚 影像没有对你的感情 根本不及我对你的十分之一 你需要我证明给你看吗 不需要 和帅气男星黄晓明亲密接触 两人看起来十分登对 只是身高180的林佳琪 每次拍摄时 可是让工作人员几乎忙翻天 还不错 可是你们声音太大了 基本上我跟晓明身高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她我的脸稍微比较小 她看起来都会高一点 高挑身材真的无人可敌 日前更因为在首映会上 穿了十七公分高跟鞋 让女主角大S深感不满 甚至传出两人有心结 那一天呢是跟Gucci 为了要呈现衣服的原汁原味 所以就这样穿 那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是用一种 开玩笑的方式在开玩笑 如果是以戏剧新手来说的话 当然还是稍嫌深色 但是如果是以模特 然后以门外汉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算有入门 第一次演戏林佳琪认为自己表现很不错 只是与大S争夺爱情的戏码 似乎也在戏外继续互相较劲 民事新闻 陈希伟 李哲民 台北报报